他是整部漫画中为数不多的三分神射手 同时他可能也是灌篮高手里最具争议的人物 其看似卑劣的打球方式是否应该得到原谅 本期SD人物志 我们就聊聊风云的队长 黄牌杀手南涅 南涅属于景上临时创造了几具个性的角色 为什么说是临时呢 因为在燕衣探办辉南的时候 辉南明确介绍过 案本是风云的黄牌 而不是说的南涅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这是因为当时案本在旁边 这样说是为了讨好前辈 但之后风云对大龙的比赛里 同样没有看到南涅的影子 甚至在画面中出现了个12号球员 要知道这可不是垃圾事件 所以有理由相信 不只是四号南涅 包括后面风云的六七八号主力 都是景上在事后才创作出来的 毕竟光靠一个案本 肯定是无法对抗五星相北 虽然构思的时间不长 但南涅这个人物却刻画得相当出彩 鉴于三景在浪子回头剧情后 人气居高不下的排名 南涅很可能有参考三景的设定 两人同为184公分的身高 都有一手漂亮但又不太稳定的三分球 且都对自己的教练相当看重 而南涅对教练的执练 似乎比三景更甚 和安西对三景的鼓励不同 北野的跑红打法 深深吸引了年少的南涅和案本 让他们因此爱上篮球 可以说北野教练 就是两人篮球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所以感情上远比三景身后的多 正如北野第一次见到他们时 杰克说他们是自己的孙儿 他们亦早已把北野当成了自己亲人 因此他们想要挽回北野的那份执练 我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两人好不容易长大 如愿加入了向往已久的风韵高中 可北野却因为战绩一直停留在全国八强 被上层各支 哪怕两人苦苦爱求校方 也没能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 但两人并没有放弃 为了让北野教练重回风韵 他们先是架空了新来的教练 依然我行我素的采用跑红打法 然后为了证明北野教练的战术 能够让球队打进全国四强 南涅化身为黄牌杀手 只要能让球队获胜 他可以采用各种危险动作 威胁对方球员退让 直到他遇到了那个不肯退让的祥阳黄牌 藤真剑思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打倒了一个人 黄牌杀手的名号由此得来 最终对胜利的执念 掩饰了他的罪恶感 直到在剧情年遇到湘北 刚碰上湘北的南涅 表面上对赤木彬彬有礼 实则却是话里有话 对第一次打入全国大赛的球队 南涅起初并不重视 他认为只需在开场时注意一下便可 要不了多久 风雨便会拉开差距 比赛的形势一开始 也的确如南涅预想的那样 在开场仅一分多钟的时间 风雨就打出9比0的高潮 但很快 湘北就在安西的战术安排 以及队长赤木和黄牌刘川峰的带领下 扭转了比赛局势 就在这时 南涅拉近乎扭曲的执念 让他又一次对刘川峰出手 失去黄牌的湘北正脚打乱 风雨以6分的优势 结束了上半场比赛 可南涅并不满足于现状 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跑空打法 在他的提议下 全队不顾教练的反对 毅然决定在下半场改变战术 南涅甚至听不得别人 说北野教练半点不好 走火入魔 或许就是南涅现在最真实的状态 然而让他找回初心的 却是那个被他伤害的湘北黄牌 即使有一只眼睛看不见 刘川峰一步也没有退让 信无旁骛 纯粹打球的他 让南涅陷入迷茫 甚至在空位的情况下 投出了三不沾 整整15分钟 这位大阪的得分王 一分未得 当刘川峰带领湘北反超时 他不停质问自己 如此辛苦的训练 究竟是为了什么 对 是为了让北野教练回来 南涅似乎下定了决心 眼神再度变成杀手模样 令人挡汗 这一次 他要彻底废了刘川峰 你喜欢篮球吗 最后关头 他终于回想起打篮球的初心 及时收脚没有量成大错 再次见到恩师之后 南涅仿佛看到了年少的自己 那个热爱篮球的少年 带着这份热爱 这个被櫻木称为 盲王的风域队长 再度回到场上 同时一同回归的 还有大阪得分王的风采 虽然最终风域因为时间不足 隐恨败北 但对南涅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比赛结束后 南涅对刘川峰抱以诚挚的歉意 并将祖传药高交给对方 从这能够看出 南涅本质并不坏 不然也不会有愧疚感 导致屡屡步的命中 毕竟他只是个未成年的高中生 想法过于简单 虽然他走击对方 确实令人不齿 但从出发点来说 他只是想取得比赛胜利 而不是真的要废了谁 否则采用垫脚的方式 更加阴险 更能报废球员的篮球生涯 如果抛开这点 那他的动作 其实比暗门和板仓都干净得多 所以老毛并没有把他归为 打球脏的一类球员 大家觉得南涅打球脏嘛 总的来说 南涅也属于浪子回头的角色 只是描写他的篇幅太短 所以才不如三井有人气 下面来说说南涅的篮球特点 先说进攻方面 南涅拥有卓越的传球能力 能够准确找到队友 帮助其得分 优秀的三分能力 不同于三井姿势优美 南涅出手速度极快 更加难防 不过受心态影响极大 不够稳定 无球跑动的能力出色 毕竟常年打跑红战术 这对南涅来说 可谓是驾轻救赎 优秀的大局意识 在架空教练的风域队 基本就是依靠南涅临场指挥 所以他能很快了解局势 做出准确判断 缺点是持球进攻能力一般 被黄牌球员盯防时 几乎很难突破 至于防守方面 出色的抢断意识 让他屡次取得对方球权 协防意识也很不错 他几乎是全输唯一一个 主动放弃刘川峰 协防赤木的球员 回防十分迅速 落尾极快 缺点也相当明显 漫画中他没有一次 单防刘川峰成功过 哪怕在他受伤以后 南涅依然无法阻止刘卡瓦 这和仙道 泽北 阿姆等其他王牌的差距 一目了然 不过如果南涅防守 一般的角色球员 应该不会这么难看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最后 如果南涅可以将精神力 放到更有意义的地方 相信以后 无论是否继续打球 他都能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下面是南涅的数据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